中国有不少素人 因长相故事天王周杰伦而爆红 甚至已经快变成一个小数民族 例如他 半刀铁钢和双铁钢 把鸡蛋灌刀丢里面 鸡蛋灌饼的老板周炳伦 还有他 模仿本身唱歌的网络直播主 黑伦 日前还开了演唱会 幸运进百人捧场 今日就有酒吧 直接找来黑伦和周炳伦两位 打出双人来袭的噱头 一个在台上唱歌 一个在大厅卖饼 并主打一个月与月下 身在周杰伦开演唱会的行为 也引发周董粉丝的不满 陆批应该抵制盗版 至于有没有侵权呢 有律师表示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可能会被认定为侵权 或是不正当竞争